在高雄陵园地区一栋透天民宅 在昨天晚间突然发生了火警意外 当时民宅的屋主发现在一楼客厅的电视附近 突然冒出了火花 他急忙地跑上三楼交换他的儿子之后 自己先跑到顶楼并且跑到隔壁的邻居家求救 但没有想到等到消防队员抵达现场的时候 屋内受困在三楼的男子呢还是没有跑出屋外 可以看到当时派出了大批的车辆人员到现场进行抢救 而等到消防人员进到屋内仔细搜索之后 最后在三楼通往顶楼的楼梯间 发现一名男子已经失去意识 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之后还是回天乏术 而消防人员经过初步调查之后 怀疑起火的原因可能是一楼的电线走火 才会导致火警意外的发生 而至于详细的火警发生原因 还有带火调科人员进一步调查理清